然后下面给大家看的 就是说在这里 我打印了一个东西 我们进入了一个 我们的一个data data variable和这个variable负 就是该给大家说的 我们有一个可利用的变量 然后呢 variable负是说 我们可利用这个变量 它的一个解释说明 后面我进行了一个job吧 后面进行一个job的意思 就是说 在数据当中 我现在想看的就是说 在这个variable当中 不重复的有哪些指标 不关心 就是所有指标 我先把啊 就是不重复的指标拿出来 谢谢大家来说一说 咱们这个数据啊 它都包含哪些东西 下面就是一个打印的结果 然后看一下 哇这个东西非常多的 第一个是个variable 咱们就给大家说 说十个吧 简单来说一下 这个变量太多了 一个一个说 我都感觉说过来了 等大家来说一下 第一个指标 就是你的一个国土的面具吧 这后面都有注释了 大家一看注释就明白了 就是我这个国土啊 所有的一个面积 然后以这个公顷为单位的 然后呢 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是一个可 就是可耕作的一个面积啊 也是以公顷为单位的 第三个就是说 嗯 这个东西啊 其实我也没太理解 它就是说 在耕作的时候 它有一个可持续耕作的一个作物啊 这个对农业不太 对粮食啥的不太熟悉 可持续工作的 可持续工作 可能大家明白 就是可持续耕作的 占的一个公顷的面积 然后下面呢 对 就是说这个东西啊 我在这个上面啊 都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注释啊 大家也可以来看这样一个注释 下面的一个意思啊 就是说 有一个耕地的一个面积 然后呢 还有咱们的 哎呀 这个耕地写错了 耕地的一个面积啊 占我们国土面积的一个比例是多大 还有呢 咱们的一个总人口 咱们的一个农村人口 城市人口 我们的一个国内生产种植 这个GDP 还有我这个人均国内生产种植 还有就是说 我这个农业啊 给我国内生产种植增加了多少 人类的发展者指数 性别不平衡指数 营养不良的一个患病率 长期平均的一个降水量 全国的降雨量啊 等等 有很多个指标 这些指标啊 都给大家就是啊 我给大家注释了一部分 那其实呢 就是刚注释到哪些啊 注释了十几个吧 其实啊 就是它指标大概是有个 我记者没错的话 几十个吧 五六十个大概是 这些指标啊 就是它有一些降水量啊 还有一些国土面积的影响啊 还有一些耕作呀 它这些所有的一些人类的情况 还有它自然的情况 这些啊 它都给它就是写出来了 然后大家如果说 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一个一个的去看一下 它这些指标表达一层什么样含义 这个数据量啊 从量来说 统计的东西啊 特别多 所以说 其实上来说啊 我们可以分析啊 可以探索的量是特别大的 那在这里 就是 谢谢大家啊 简单的看了一下 咱们前几个指标啊 分别表示什么样的含义 那之后啊 咱们再遇到什么指标 咱们就再单独拿出来说吧 我就不给大家一个个去说了 一个个去说啊 我感觉我能说半个点 就是不同的指标 代表什么含义 右边它不都是有注视吗 大家啊 就是直接啊 一看这个注视啊 就明白了 比如说 这就是一个性别 这是不平衡的一个指数嘛 然后上面是一个 人类发展指数嘛 这个东西啊 都不难 大家直接看右边的一个注视啊 就知道啊 每一个指标是表达一层 什么样的含义了 然后啊 咱们就边说边讲吧 边说 然后用到哪个变量的时候 咱们再对这个变量单独拿出来 再唠一唠 首先啊 这份数据拿出来之后 我想做一件事 就是它不是统计了一个不同国家的 各种各样的一些指标吗 那我先想知道一下 一共统计了多少个多少国家啊 在这个地上当中啊 点country 把这个country这个链拿出来 算一下 它的一个unic值啊 一共是有199个国家 这199个国家还是蛮多的吧 可以说世界上基本上有的国家 应该它都会进行一个收入和统计的 然后呢 下面我们要统计的一个指标 就是说 刚才在数据上我们看到了 就是它有一个时间周期吧 每隔多少个时间周期啊 它进行一系列的统计 那在这里啊 我想看一下 它一共是有多少个时间周期呢 我在这里我可以算了一下 我时间周期的一个unic啊 看出来了 它一共是有12个时间周期的 那在这里 我又把时间周期啊 又打印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 它是啊 这样一个分布 58年到62年 然后63年到67年 68年到72年啊 一共是有这样12个周期的 那这个周期啊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给它拿出来吧 我也可以自己把这个周期的一个值 给它拿出来 然后呢 下面啊我就想看了一下 现在对于我的一些指标来说啊 嗯 它的数据是不是都是完整的呢 看一下我当前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完整程度 比如说这回啊 我们就是可以来进行一个抽取吧 随便 随便检查一下 在我的数据当中 比如说我的variability啊 它不是有很多很多个指标吗 大概有60个指标吧 对于这60个指标来说啊 我想看一下啊 它就是所有的国土面移当中 有没有一个isnow值 在这里pandas当中啊 一个isnow它就会看里边是不是空 在pandas当中空值啊 它其实就是显示出来是一个nan的形式 an啊就是一个空值 然后它会统计一下 你这个空值存不存在 然后呢 我统计一个sum值 就是又最终啊 看了一下当前的这个指标当中啊 它有的一个确实值是多少个 那其实啊就是220 220的意思啊就是说 对于当前数据当中啊 确实值还是有的吧 可能啊并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确实值啊还是有的 然后我们下面就要来想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哎呀 这份数据来说呀 里边包含的信息量有点大 又有国家 又有咱们的一个就是时间的周期 还有这么多个面板数据 就是variable里边 大概有五六十个可以评估的一个数据 那我想进行分析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啊 这里啊给大家列出来这种方法 就是说 当我们的一个数据量啊是比较大 而且设计的范围 尤其是设计的范围啊 它是比较广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啊通过多个维度 就是不同的角度啊来去分析 就是从不同的方面入手 去看一下数据当中 能给我们呈现出来的一个信息 比如说啊 咱们可以看一个横前面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看 就是在某一个时期 我们现在不是有时序数列吗 一共有12个时期吗 就是12个就是时间周期吗 那我可以看就是在某一个时间周期 比如说我就看这个17年 就是从12年到17年这个周期 看一下这个年代啊 咱们的一个所有的国家啊 在不同指标上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找这样一个横前面嘛 就是看一个时期内啊 所有国家的一些情况 还有呢 我们还可以就是说 嗯 伴随着一个国家 我们也可不可以进行分析啊 一个国家 我可以看一下 在整个时间周期 不是从那个哪年开始 让我们看 从这个58年开始的吧 我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有12个时间周期点嘛 可以看一下 就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嗯 在这12个周期 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啊 它哪些东西变了 它这些东西 在做变化的时候 对面对我的一个GDP 对面对我的一个幸福指数 什么国家 什么人口不均衡指数啊 有没有什么一些影响 这些啊 我都是可以去统计的吧 这个啊 是我们的一个时间序列啊 我们可以按照 一个序列的方式 进行一个分析 还有呢 就是咱们刚才 有很多面板数据吧 就是在那里边 我们统计了一下 哎呀 有这么多指标 关于人口的 关于降水的 关于一些指标的 这些指标啊 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所有的 对于某一个指标来说 对于一个指标来说 不同国家 在这个指标上的一个差异 或者说一个国家 或者说所有国家 在随着时间 做推移的时候 我某一个面板上的数据 哎 做发明发生一个变化啊 这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统计 面板数据上的一个变化 还有呢 咱们现在啊 就是拿到的是 一些国家的数据吧 这些国家啊 它是不是都有一个地理位置啊 在地理上 肯定有一些联系的吧 那这些相互联系的国家啊 在这些资源 或者是这些 就是这些指标变化的时候 有没有产生一些 相互的一些联系 或者是闲祸影响呢 这些也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分析的吧 在这里啊 就是给大家简单列出来这四点 也就是说 当我们拿到一份数据的时候啊 我们也得想 按照这份数据啊 我们都可以按照什么样的维度 进行分析呢 一般情况下 就是大部分情况下 就是我们还是按照一个目标 可能啊 就是一份数据来了 你是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目的 但是呢 对于咱们现在啊 一个EDA 一个探索性数据分析来说啊 我们要尽可能多的挖掘出来有用的信息吧 所以说啊 就好比说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啊 我们想得出来越多有价值信息啊 这是越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给大家啊 提出来这样一个思路 那我们就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去做吧 首先啊 我们来讲一下一个切片 一个切片的意思就是说 呃 刚才我们不是说可以按照很多稳度 把我们数据进行一个切分吗 那我们实际啊 就要做这样一个事了 比如说现在呢 我想统计的是对于一个时间周期来说 然后不同的国家啊 在这个时期啊 在这个时期当中啊 它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那这里呢 我们首先就是写这样 define这样一个函数 一个啊 一个时间周期 在这里啊 把我的DataFrame 就是我读进来的数据 以及呢 我选择好啊 你要的哪一个时间周期拿进来 下面啊 他就会把我们进行选择 在我的DataFrame当中 我去看一下时间周期 就是跟我就是传进来的时间周期啊 是一致的 这个数据 才能保留下来 那下面呢 我就可以做我的一个 呃 这个Pivot 做这样一个表格了 然后指定一个索引 索引的时候啊 我就让咱们的一个国家为索引 然后呢 每一个列啊 就是每一个指标 我就让我的一个Variable 当成一个指标 我的一个值呢 就让我这个Variable里边 它不是有一个Values吗 这个Values和Variable啊 我给它分别拿出来 这样呢 我就得出来了 当前啊 在某一个时间周期下啊 我的一个国家 就是有很多国家嘛 不同的国家 在所有的指标上 它的一个值是等于什么的 我们来实际的运行一下吧 我们来看 当做了一个时间的切片啊 做了一个时间的划分 这里呢 我传进来的是一个Data 就是我们的一个啊 所有的 所有打开的那个数据 然后呢 我们又传进来的是 我们当前啊 的一个时间周期 在这个时间周期当中啊 我把这个0传进来了 这个0啊 就相当于是 这个第一个时间周期吧 咱们第一个时间周期 不是这个58年到62年吧 先把它啊 给它传进来了 然后点嗨的一下啊 我看一下前五行数据 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咱们也来观察一下吧 首先啊 打印出来的是 这个58年到62年的一个数据 然后呢 我的index是这个country吧 在country当中 第一个是阿富汗 然后后面 后面几个A开头的国家 我还都不认识 然后他又统计了一下 不同的国家啊 它的一个指标 我们刚才不是说 一个国家来说啊 它统计了很多个量嘛 这些量啊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一些指标 然后咱们刚才不是看了一些 什么降水量啊 降雨就是降雨量 然后人均的一些总值啊 国土的一个公众面积啊 或者是可利用资源啊 什么东西的 那后面啊 就是统计了它的一些指标 然后它的index就是所有的国家 那现在我们就是 这个函数啊 就是把一个时间周期拿出来了 看一下所有的国家 在这个时间周期上啊 它的一个指标分布的情况 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来看这位NN值吧 NN值啊 就是我刚给大家说的 Pandas如果说 你读数据的时候啊 在CSV当中 它这个值是空的 那它读进来啊 就会是这样一个NN的一个值 然后呢 下面啊 刚才给大家说的是 我们可以按照一个时间 时间周期进行一个切片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 按照指定的一个国家 看一下 当前的这个国家啊 在不同的一个时间周期上 它的一个分布的规则 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还是啊 define咱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切片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看结果吧 这个函数跟之前 都是类似的 在这里啊 比如说我随便选择一个国家 然后呢 把这个国家啊 拿出来 我有点害的一下 那对于啊 当前我选中的这个国家啊 咱们不管是哪国了 对于要选中的国家 我们来看 它的一个 就是这是我的一个index啊 然后我们的一个指标 是我们不同的一个年份吧 58年到62年 63年到67年 然后最终啊 这个13年到17年 所有年份都拿出来了 我们看的是什么 对于每一个指标 这是一个指标 这也是一个指标 下面的都是一个指标吧 这些所有的指标啊 我们都来看一下 随着年份的一个变化 这些指标发明发生一个变化 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说 对于特定的某一个国家来说 嗯 当我把这个国家拿到手之后 我想统计的是 随着时间的变化 这个国家所有的这60个指标 它变化的一个情况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点啊 就是说我们对国家进行一个啊 进行一个切片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就是对我们的某一个属性吧 就是说我现在想对应的就是对于所有的国家来说啊 这就是咱们现在所有的国家都是有这个属性的吗 对某一个属性啊 或者说某一个变量来说 所有的国家随着时间的变化 在该属性下 就是指定好一个属性啊 在我们当前的这个属性下 它的一个变化情况是长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现在啊 我指定了一个切片 然后把我书记传进去 我却想看一看一下 它所有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变化情况 对于不同的国家 我们来看这是country 下面是所有的国家 然后我看了一下 它在这个58年到62年 一直到咱们现在的13年到17年 所有的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某一个变量的一个变化的情况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里呢 我们就是举个例子啊 咱们的一个所有的一个人口 随着一个时间的变化啊 它的一个变化情况是长什么样子的 下面呢 country里啊 就是一些国家的 然后下面啊 我还可以统计 就是说 对于啊 我一个给定的国家 和给定的一个 和给定的一个特征 就是给定一个指标 我现在就想看一下 比如说传进了一个国家 传进了一个指标 看一下就是这个国家 在这个指标上 它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 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里啊 就是说 我们先给大家看的 就是我们对数据 可以进行很多种切分吧 原始数据来说啊 对我们来说可能太庞大了 分析起来 不是有利于我们进行分析 当我们进行分析的时候 我们得想一下 就是按照我们很多种维度 都能进行分析 都能得出来不同的答案吧 所以说就是 可是我们方便去来吗 按照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去分析 我们就把数据啊 怎么样进行一个切分的 那下面呢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 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区域啊 那当我们通过一个区域 进行区分的时候 嗯 我们现在来先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啊 把data当中有一个region 看一下它的一个unic值 下面打印出来了 就是说 对于我们的一个 所有的国家来说啊 有些是属于 这个我们来看吧 有亚洲的 还有这个美国挺多的 就是有一个南美啊 北美啊有很多个的 然后还有一些欧洲的 还有一些亚洲的 那对于这里边来说呀 就是我们的一个区域的量 比较多 那区域的量比较多的时候啊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进行合并吧 比如说这里我们看了呀 这个什么南美啊 什么北美啊 这些我们都可以 进行一个合并吧 比如说这个南美洲啊 北美洲啊 这些啊 就是说在这里 又进行了一个区分吧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 南美洲和北美洲啊 都可以给它进行合并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啊 可以创建出来一个新的字典 就是 就是把这些区域啊 画的更简单一些 刚才啊 这个数据可能画的太细了 我们现在就按照一个 最基本的趋势 给它画成这样一个 南美啊 亚洲啊 北美啊 南美啊 非洲 欧洲 大洋洲啊 划分成这几个州 就可以了 然后实际上 其实就多了一个字典 然后把我们的数据啊 又进行了一个新的划分 相当于是 把北美啊 和南美里边很多东西啊 进行了一个合并 合并完之后啊 我们就得出来了 当前的结果 就是说 Bob的Region 只剩下了 刚才说的那几个 这一点啊 就是刚才跟大家说了 如果说 在某一个维度上啊 如果说它切分的太细了 分出来种类太多呀 有些时候是不利于 我们进行观察的 因为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啊 就是很 就是有些时候 我们想是从一个整体的层面 从一个比较大的范围 所以说呢 有时候我们需要把 这些小的东西啊 都给它进行一个合并 那这块我就指定了一个 提取Region的一个函数 就是指定一个Region 然后把数据当中啊 这个Region的一个区域 返回来 这样啊 我们就完成了 咱们现在对数据 写了几个函数吧 写了几个函数 就是说 对原始的数据啊 刚才指定出来了几种方式 我们按这些方式呢 可以把数据进行一个切分 切完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单独 拿出来一部分数据 然后单独进行一个切分了 那下面呢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练习啊 有时间咱们也可以自己去做一下 比如说 我现在可以创建一个 Data Frame 然后包含的一些信息量 比如说63年等67年 某一个 就是每一个指标啊 对于所有的一个country 它变化的一个情况 还有呢 就是我们指定某一个指标啊 它在当年的一个变化情况 这些啊 这些练习 大家有时间啊 就是可以自己考虑的 再去做一下 相当于啊 是我们把这个Pandas啊 用的更熟练一些 对于是我们的